清灭王后,溥仪的资产在世界排名第几,1945年8月19日,溥仪在凤天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然后押往苏联赤塔市上机时,溥仪的仆人带着两个大皮箱,显得很沉重。 1946年4月苏联专家对这两箱珠宝进行了估价约为47万8千如不显然,是被人为低压低了价格同年5月,溥仪被接到哈巴罗夫斯克的政府招待所赴宴,当地内务局的一名上校问溥仪,溥仪先生,你打算怎样处理你的珠宝? 我们苏联政府先为恢复国民经济发行公债,假如您同意把你的财务损献给苏联政府,那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溥仪明白此番话的意思,马上说,我自己一直想提这个问题,溥仪没有机会竟然上校开口了,我很愿意把全部珍宝捐献给苏联政府支持国家建设,说吧,立即就有人摆上了纸笔。 溥仪急在纸上写了一段话,看求苏联政府接受我的珠宝,以立战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,苏方签字的是古德利·亚夫佐夫上校,至此这两相价值连城,的珠宝被引网莫夫科转交苏联国家保管局,存放根据清世优待条件中的规定,清朝皇室的私有财产,故宫内的文物,银两,珠宝,乃至整个行宫都是溥仪的私有财产。 根据清世优待条件,的第七条民国,需要每年给溥仪波付400万两白银,作为生活费国民政府,给波付的钱可以视为溥仪的年薪,但是溥仪的私有财产,却要远远大于这400万两。 在1912年,当时的世界首富是亚斯特四世,但其身价也不过是10亿美金,而溥仪的资产是要远远大于亚斯特四世的。 所以趁溥仪是当时的世界首富,也不为过看过溥仪受审资料的人都知道,虽是一个亡国之君,但溥仪的举止谈吐霸气思维开阔且不拘小劫法庭上,他怒骂日本人称自己祖先是日本人的祖先。 我在想如果是秦皇汉武的话那气场得有多强大啊。